让我们掌声有请 新香印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 欢迎战战 又见面了 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我是新香印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欢迎战战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 我们先坐着好不好 有请落座 先感受一下 我们今天新香印为你打造的这个自然森林 你已经呼吸到这个大自然的气息了 你刚刚是深呼吸了一下是不是 真的我觉得很用心 给大家 我仔细观察了这些植物都是真实的 后面连草坪都有 是感觉非常的原声 然后很纯净很健康的感觉 纯净健康很原声 哇这都是我们品牌希望传达给大家的概念 今天战战的穿着也是 把春天穿在了身上 对没错没错 希望给大家一个亲近自然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 现在大家越来越提倡自然纯粹 我也想问一下战战 你觉得健康纯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可能表现在一些生活的气节上 比如说适当的运动 拥抱自然 那比如日常要用到的纸巾 那一定是要自然原生 运动 然后拥抱自然 走近自然 包括用的这些生活用品当中 纸巾都是要非常的原生 纯粹 其实我看到很多身边朋友大家都在呼吁大家 就吃了要健康干净的食物 然后包括战战说到用的这个生活用品 也是要干净健康 其实我觉得纸巾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跟我们生活当中真的 我觉得24小时都离不开它 息息相关 没错 对不对 吃饭的时候啊 运动的时候 都要用好的纸巾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纸巾 才算得上干净卫生的好纸巾 那我觉得首先从制作的原材料上面 对 必须是一个干净 纯粹 然后生产过程符合标准 说得太好了 所以为了保障我们全民的安全健康用纸 新香印的一直坚持百分百 原生木浆为原材料 坚持自然 纯粹 呵护每个人用纸的健康 没错 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的用户而言 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你拿出的纸巾 在朋友需要借一下纸巾的时候 你拿出是一个有品牌的 然后有更加安心保证的 这也对个人也是很加分 这样随身会 就是带一些纸巾 当然当然 因为我在拍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很容易流汗 所以我需要的纸巾 它我比较喜欢 它有一些柔韧度 但同时它又是有厚度的 很坚韧 对 会让人觉得很安心 很安心 在擦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擦 对 让别人用了之后的体验 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拿出心相应 别人会说 这个人好有心 又贴心又有心 然后又有品质 这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 就能为我们加分很多 那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和 正在一起来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刚刚讲到的 真正的用心 纯粹的好的纸巾 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很多 不同的互动环节 第一个环节 就是要来考你的 我们准备了一个 yes or no的挑战 有没有信心 OK 有信心 我们请导演帮我们上一下道具 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 好 那我们要开始第一轮的挑战了 道具已经就位 yes or no 我们准备了四道题目 好 然后你要通过你的判断 来告诉我们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然后我们会对应的有这个标签 然后你可以把它插到这个 yes or no的桶当中就可以了 OK 好吧 但是答错有惩罚 行 那不问我惩罚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答错 惩罚就是做深蹲十个 开玩笑 来你先拿第一个标签 你来猜猜看是什么样的题目 这个没有写字 没有写字 看图片的话 应该是跟化学试剂有关吧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我来宣布题目 站站来猜 请问第一题 纸巾当中如果含大量的荧光增白剂 华石粉 这些添加剂 会影响人体健康 这是真的吗 yes or no 这个当然是真的了 因为它今天违背了我们的这个 大自然的原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日常使用纸巾的时候 会直接接触皮肤 那如果纸巾里面含有一些 有害添加剂的话 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是的 我们目前市面上面 会有一些劣质的纸巾 它是通过回收浆废纸作为原料 那这些回收浆呢 在生产过程中就会添加 我们刚刚讲到的 荧光增白剂 华石粉等化学添加剂进行处理 那长期使用这些 添加了化学添加剂的纸巾 就存在卫生隐患 所以大家为了健康 一定要选择优质的纸巾 所以回答正确 那第二题也请站站拿出我们的标签 看看会是什么相关呢 木匠 木匠 这个你应该有所了解吧 对木匠 那当然 木匠是我们的原材料之一嘛 是的 我们到底跟木匠有关的话题是什么呢 请问站站 百分百原生木匠等于木匠 这是真的吗 百分百原生木匠等于木匠 可以画这个等号吗 觉得应该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为什么 从字面意思来看呢 最大的区别是在百分之百上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能画等号 因为字数就不一样对不对 百分百原生木匠 百分百原生木匠跟木匠 那如果它们是一样的话 为什么还会有区别呢 加这个百分百的意思哈 哎 回答正确 百分百原生木匠和木匠是完全两种品质 完全不同的原料啊 百分百原生木匠呢 它的成分是像站站说的一样很天然很纯粹的原生木匠 而木匠里面呢 除了有木匠之外 它有可能还混了一些其他回收的像是二手的原料啊 所以百分百原生木匠的纸巾的纸巾的品质 它要远远高于木匠纸 是 所以我们以后在选择纸巾的时候呢 都要认准百分之百原生木匠 哎呀 学到了 谢谢代言人 确实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很简单理解 就是百分百原生木匠 它一定是木匠 但是木匠 它不一定是百分百原生木匠 没错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恭喜两题都回答正确 不用做深蹲了 这目前为止 来我们看第三题 有请站站拿标签 心相应 这个肯定我觉得对于站站而言 没有问题了 这题目是这样的 请问心相应 全系列干筋 都是采用百分百原生木匠 作为原材料 是真的吗 这个还用考虑吗 这么确定 肯定啊 也不要再听一遍我的题目 全系列干筋 这么绝对 嗯 肯定的 我们代言人非常骄傲 自信的笑容啊 所以回答正确啊 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全系列 大家使用到的心相应的干筋 它都是百分百原生木匠 所以放心用 好不好 柔软亲肤 又安心 真正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陪伴啊 深蹲又不用做了啊 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来 请站站拿起标签 这个希望题目能够难一点 无差别 这个猜不出来吧 无差别 难道又是百分之百木匠跟木匠的差别 无差别的意思就是 不管答对答错都要做深蹲 无差别的题目 我来念一下啊 请问站站啊 以百分百原生木匠和混合匠为原材料生产的纸巾 肉眼可能看不出差别 这是真的吗 等一下我再听一遍 百分百 认真了啊 这题很关键了 有点绕啊 百分百原生木匠 或者混合匠为原材料 这两种纸巾 它肉眼看 可能是看不出差别的 肉眼看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吧 你也觉得看不出差别 感觉这个市面上的这个纸巾 确实很难分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诶 正是因为肉眼看不出来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鉴别 对不对 我来揭晓答案啊 回答正确 所以四题全部答对了 那做深蹲的就是我了 好 来吧 有请 恭喜站站 回答正确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在这个百分百原生木匠 和木匠当中 混合匠当中 大家要做分别的一个 很关键的点 没错 咱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分别呢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 下一个游戏的道具 有请 好了 现在在我们桌面上呢 准备了两个透明箱 我们可以让站站过来看一看 它分别代表的是两个 不一样的纸巾的原材料 一目两然 大自然的味道 不太好了 二手的味道 因为这边呢 大家看到里边啊 都是我们百分百原生的木材 所以也是原生木匠 这样一个纸巾的原料 刚刚讲到大自然的味道 它是形容一下 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大自然 很安心 很放心 很心相应 太会说了 很心相应的味道啊 所以这边大家看到它 确实是取之大自然 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真正跟大自然在一起 很纯粹啊 那这边站在 你能看出里面 大概有什么吗 这是一个 就是混合浆的一个原料啊 就是 废弃的 报纸 就报纸 牛皮纸啊 甚至是有一些 感觉是那种 纸箱的一些废料 对对对 然后还有二手的纸巾啊 旧的纸巾 所以这些材料 可能把它混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 混合木浆 混合木浆啊 所以这两个 刚刚我们也讲到 在肉眼上 它变成纸巾之后 其实很难分辨 但是我们有一个 这个火眼金睛的办法 在这里 它是谁 显微镜 感觉这个中学的化学课 要开始了我们准备了一个显微镜 然后呢我们特别把这个混合浆做成的纸巾和我们新相应的这个百分百原生木匠的纸巾做了一个切片 我们会通过显微镜的放大来观察一下有什么区别 OK 那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操作 OK 先从这个混合浆的这个纸巾开始 我需要把这个 谢谢 然后这边开始录制 然后我们把切片先放到显微镜下 然后把它卡住 OK 然后当然可以调节那个焦段 看看它是不是 实了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实了就OK了 实了 实了 好我们可以通过移动这边的这个卡尺来看看 哇 混合浆里面有什么 所以这些小黑点就是不太好的一些杂质对吗 这样讲很温柔说不太好那就是不好的杂质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刚刚废旧报纸里边的一些杂质啊 你看这个 对不对 肉眼真的是看不见 是 但其实如果你在使用这些 啊这个混合浆的纸巾的时候 其实它是贴到你的皮肤上了 肉眼是不是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对不对 好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混合浆的一个 放大之后的一个效果哈 我们接下来对比一下 来来给我谢谢 来看一下这个百分百原生木浆的大自然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看一看百分百 嗯 好 来 谢谢 真的有种化学科的感觉 OK吗 OK 好 把它卡住 差不多 OK 可以 然后也调一下我们的焦距 哇 好干净啊 你可以推这个卡尺来看看它的一个区别 哇 你看到了什么 就是非常棒 感觉就看到了大自然本身 是 哇 你看非常的干干净净 是 我们掌声送给百分百原生木浆 真然可以再看看 你可以再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细节啊 嗯 非常棒完全没有任何都没有 真的就像看到一个原生森林的一个宇宙一样在里面 对而且看到这个就觉得特别的放心健康还有卫生 嗯 忍不住想要跟它就是亲密接触一下对不对 哈哈哈 跟自己的皮肤接触一下 感受一下 关键是你肉眼看 真的这两张 肉眼看的话其实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 真的 哦 因为它里面有添加比如说荧光漂白剂啊这些 所以即便它是这个混合浆 你看上去好像也很干净也很白啊 但其实我们刚刚通过现场的这个显微镜的一个放大效果就能发现它里面的这个区别 所以我们简单的通过这个实验认证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百分百原生木浆啊 它跟普通的木浆或者说混合浆是不能化等号的 没错 那一直以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生活用纸市场也缺乏一个品质化的标准啊 很多消费者包括我包括站长我想我们都很难以用一个直观或者很清晰的方式去一眼就选购到百分百原生木浆制作的纸巾产品 所以呢我们先相应作为中国生活用纸行业的领导品牌 不久前啊我们召开了一个关于好纸巾的战略发布会 携手了像是我们中国治江造纸研究院还有中国造纸学会 共同来发起百分百原生木浆作为生活用纸品质认证标准的这样一个倡议 而且在现场还颁布了百分百原生木浆的标识守护我们全民用纸的健康 那另外呢也可以方便大家以后通过认准百分百原生木浆的标识啊 更快速的更安心的去选择使用到放心的好纸巾 所以新相应让选择更简单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挑战要给站站 我们一起准备下一个挑战吧 好了这一轮就有点好玩了要大展身手的意思道具比较多哈 真正你猜猜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真的猜不到猜不到今天我现场有很多道具先从我这边开始说起哈 我这个呢是我们中国古法造纸的一个造纸框 通常我们在古时候人们要造纸就比如这是纸浆 它就会把这样一个造纸框放到里边我们可以现场模拟一下哈 我不是很专业哈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把里边的这个纸浆给它抖到这个造纸框上面来 哎类似这个感觉 然后你通过反复的这样抄水让它变得更加的均匀的铺在这个纸框上 然后让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我们古法造纸术当中古法的那种纸张的那个模样啊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样子 战战手上你猜最后这也是成品对吗 回答正确你那个是我们已经通过时间的晾晒已经接近半成品的一个状态啊 我这边是一个完全啊还没有开始我就先把它给大家晾在这边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接下来我们请战战要来完成你的部分的挑战了 OK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已经到半成品的一个古法造纸的一个造纸框 然后接着呢我们准备了很多同样是取材于大自然的干花啊树叶啊什么的 我们要通过你的这个创意 然后在这上面自由的去发挥完成一个古法造纸的一个创意化 OK 就是有点像小时候我们把这些花的标本加在书里边啊 这个我们是直接贴在这个造纸上面 好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发挥好 然后中间稍微给我留一点点的这个空间 一会儿我会有一个重点要给它发挥一下 OK 好我们看看站在那现场的一个体验哈 你可以所以我就开始了吗 开始吧你的表演 哈哈哈哈 是不是从来没有玩过这种啊 小时候吧我记得 小时候你会就是收集什么落叶啊 对对对对对夹在那个书签啊当书签 就小时候做那种书签 嗯但我觉得现相应真的很懂我们代言人 这样来做这个跟没有关设计创意有关应该是非常在行的 但确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自己通过比如说呃一些简单的道具哈 买一个这个这个造纸框 然后通过这个纸浆的这个超水的方法制成一个古法的纸张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愈的过程 哎呦 很认真 嗯 这个我们也通过前期的这个给它可能压了一下哈 所以这个书页会比较的平整一些些 是按理来说应该这样的话应该是先收集 收集完了以后呢先放在书本里 嗯然后给它压平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创意过程其实是分很多的阶段啊 嗯是没错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比如说你可以在旅行当中 搜集全国各地的啊不同地方的树叶啊小花朵啊什么的 然后把它积攒起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古法造纸的创意画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旅行的记忆了 这片是来自重庆的 哈哈哈 像小时候在重庆有山城是不是会有很多这种和大自然接触的 是是是会有 哦好看 我仿佛看到了这个 一个春天的样子 在这个纸张上 哎跟你今天的衣服毫无配啊 是吗 哦还真是 那衣服该不会也是 是 造型是一片片粘上去的 是是是 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纸张在上面做粘贴是什么样的感受 好粘吗 挺好粘的 嗯 但是其实还挺小心翼翼的 很怕吧这个 是是是 对 纸张的这个平整度破坏了 是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家就是 但是其实在这个纸半干的状态下像沾沾这样子去完成一个小创 哎呦这个好像是狗尾巴草吗 不是吧 哎是还是不是 有点像吗 有点像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生活中一些很常见的植物 嗯 经过自己的一些加工以后它会变得很漂亮 对 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哎对 美是靠自己发现的 对去发现 这样你才能够心相逸 哈哈 而且这个其实也很适合跟朋友啊家人啊 大家一起来完成 对啊 家里面有小孩的其实也可以 对 动手能力 嗯 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啊 亲自的时光 大家可以一起放下手机啊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一种审美的一种培养 培养 培养吧 嗯 哦好看的 现在我不知道镜头上能不能看见啊 仿佛看到了一个春天使者的一个花花 好点缀一下吧 好花朵是用来点缀的 哎这个思路很不一样哦 通常别人都是花是重点 然后绿叶做搭配啊 这个真的很好看 你说平时在家没事都在练这个 哈哈哈 感觉就为了这一点 有一定功利的感觉啊 做的好好看 你觉得做这个和健身哪个比较治愈 哈哈哈 那说实话还是这个比较治愈 这个比较治愈啊 对没错 哎 这些很多花其实我们都常见但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嗯 所以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多多的去观察这些 嗯 妈呀好好看啊 哈哈 大家能看到吗 差不多了 所以你太大了 你是在做的过程之前你脑海里就有一个设想还是 嗯 大概会有一个画面 对大概会有一个画面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就有一个草稿在脑海中 对 然后慢慢的把它变成真实的 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好 拿着这个镊子像拿着画笔一样 是 再比一比 OK了是不是 好那下面有第二个很关键的步骤呢 我们这边准备了这个姜水 嗯 我们把它可以淋到这个树叶上面 加固是吧 对 让它跟这个纸张更加的贴合 哇 太治愈了 对不对 嗯 加上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环境啊 更加的有这个自然感 这就是喜新了疲惫感 嗯 特别棒 而且感觉每一个绿叶每一朵小花都在很开心 说谢谢战战 然后我们完成了第二次的创造 其实也把它们这个美好的样貌 给用另外一种方式留存下来 是是是是是 我一直觉得鲜花特别可惜 对 它凋落了 因为我觉得它们的生命太短了 嗯 凋落了 叶子也落下了 可能就被清扫完了 大家其实可以去啊 逛公园的时候捡一捡哈 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好看的花瓣 花朵 叶子 然后把它收挪起来 哎呀 掉了掉了 这飘在这个江水里也挺美的 好了不要跑 怎么会有人跟花花草草说话 是不是喜欢这个这个过程 很治愈 待会这里还有画框你带走 好 带回剧组 OK OK 哇 哎 真的好好看哦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站在完成的这个作品 好吧 好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目前站在完成的这个画作 哇 大家能看到吗 哇 这个 真的是有点好看哎 给它起个名字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我觉得 新香印加上花花草草 我们叫这个 新花怒放 好不好 哦 我们再加一个亮点好不好 来 亮点就是 登登登登 我们新香印给大家 方便大家去辨识百分百 原生木匠的一个标识 嗯 那今天我们也是 给它加到站站完成这幅画作里 那站站你来放 啊 好 站站把它加到我们这个标识里 好吧 然后也同样我们用这个 好 这你来吧 好 姜水给它 淋上 给它融合一下啊 怎么感觉我的手就是笨笨的 好 然后简单的把它瀝干一下 哇 这个真的太好看了 没想到我们今天在 活动现场就完成了一幅独一无二的这个 手工的 嗯 啊 古法造纸的创意画 哇 哎 给把这画面留给我们的站站 和我们的这个 新花怒放啊 这样一幅很有意思的一个 古法造纸的画作 我们让站站跟他分享一下 完成之后 什么样的感受 感觉很治愈 然后很安心很放心 嗯 同时又感觉很奇妙 把一份自然 然后融入了纸巾里面 嗯 哎 对的 把自然融入到纸巾里 其实我们百分百的原生木匠 它本身也是像这个木框一样 嗯 它是来自大自然 所以以后大家就认准百分百原生木匠的标识 使用到更安心放心的好纸巾 新香印让选择更简单 嗯 大家之后呢 在选择纸巾的时候 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肉眼分辨不出来 你就去找有这个标识的新香印的纸巾 就是给大家最安全 最放心 最健康的一个陪伴 我们现场的纸巾上面 其实已经有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让正在给大家看一下 现场的纸巾上面 在这里 正好给大家看到我们的百分百原生木匠的标识 大家以后可以在这个选购的时候 就可以去寻找它 没错 认准这个标识 让你非常的安心 太棒了 有了好的创意 有了安心的这个陪伴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会越来越像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个创意完成之后 要移步到我们新香印的生活空间 看看新香印是如何陪伴大家 走向更好的每一刻 一起走吧 嗯 这边请 有请 好 有请 现在来到了我们新香印的生活空间 刚刚非常开心 我们一起揭晓了百分百原生木匠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方便大家去寻找真正安心健康的纸品 那其实我们新香印一直在认真做好每一张纸 在很多的场景当中 除了我们桌面上的云感柔夫 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多不同的时刻 其实都是有新香印的守护 也要问一下战扎最近一次去大自然是什么时候 还记得吗 上一次去 这是个难题 我觉得对于战扎而言 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久远 久远 就可能要翻一翻回忆的相册 才能找到跟大自然亲近 因为确实因为一直在剧组工作的状态 是是是是 但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去大自然 嗯 请回头看那一片绿色的大自然 我们马上去到下一个互动的场景 跟战扎来感受一下 如果假设给你一个百分百原生的一天 嗯 亲近大自然你会怎么来规划 好不好 好 展开你想象来有请这边 百分百的原生战战的一天 亲近大自然 这里呢是很多不同的贴纸啊 你可以想象这一天当中你会怎么安排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自然本然 好不好 你可以尽情享受 其实说到大自然呢 我第一感觉就是很放松 嗯 很放松 然后是 可以跟大自然 没有距离的去接触 对 会让自己的身心都 处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里 完全融入它 没错 那所以我要选择的图案呢 就是 先是你吧 他是谁啊 他应该是一个露营需要的一个 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的 餐餐店 餐店 完全没露营过 但也认识餐店 哈哈哈哈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假装就是百分百的就是大自然的一天嘛 好 就我要我要带的东西 对对对 早上我们先准备一个餐店铺起来 好我们就分早 早上下午和傍晚好不好 那 必须要带上我们的纸巾 好 到了之后先把新香烟的纸巾准备好 然后把餐店准备好 啊 OK 这样这样好了 好 很重要哈 因为纸巾真的 露营的时候 时时刻刻会用到 好我看那边还有一个 池塘 啊 那就需要这个椅子 好 然后喝 到了先去跟食堂亲密接触一下 对 要钓鱼 哎呀 水服也是需要的 哈哈哈 好喝的也要准备好哈 嗯 小花也来点吧 嗯 啊 一些点缀哈 拍拍照 啊 那到下午了要干什么 上午已经很满了啊 要钓鱼拍照 喝咖啡 下午呢 画个画吧 画个画 啊 可以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用大自然为素材 画个画 然后呢 自己都乐了 然后这旁边 是不是美 他光靠响他已经在那乐了 对啊 旁边再来棵大树 啊 下午要晨凉 对 就是晒哈 好 那就树下画画了好不好 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 很棒 啊不会晒着哈 好那 画旁边再来一个新香应的纸巾 哎 画画的时候也要擦擦手什么的 没错 然后呢到晚上都该吃饭了吧 到傍晚了要准备晚饭了 你中饭还没吃呢 哈哈哈哈 一起吃了 太投入了 忘记中饭 然后再放一个新香应 啊 晚饭的时候 哎 吃饭的时候也需要纸巾 那差不多完美的一天 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 太阳就是照耀的一整天哈 完美的一天 完美的一天 嗯 哎呀真的是容易满足的 哈哈哈 所以站在你的眼中就是百分百 原生自然的一天是 哎帮我们来再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 好 然后到了之后呢 先把餐餐店先铺上 先铺好好 然后这个时候拿出我们的新香应纸巾 纸巾 没错 大自然呢 光准备餐店啥吃了也不给 对还要拍拍照嘛 这不是还有咖啡 有咖啡 然后再钓钓鱼 对吗 再画画画 嗯 然后晚上再吃点东西 嗯 完美 哇 开不开心 这样的一天 挺开心的 请肖战团队我们安排一下好不好 跟新香应去感受一个假期的一天哈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站站心中的百分百 原生的一个放松和大自然在一起的一天 也希望我们站站真的有机会在工作间隙去 感受一下这种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然后有新香应陪伴的一天哈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大自然的美好 也记得跟新香应时时刻刻一直在一起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下一个场景了 会跟站站一起来回顾 新香应从诞生以来 一直给我们陪伴当中产生的那些很高光的时刻 也和肖战一起来见证 有请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新香应的高光时刻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呢 有一个哇 真的也是原生木匠的年轮啊 每一年的不同的烙印都是我们新香应 很值得被大家铭记的 我们跟站站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从1996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品牌诞生 品牌诞生了 对的 那一年我们的生活当中拥有了新香应的品牌 从这一年开始就陪伴我们大家 我们都说这个事与脸上印在心里 这个品牌从此就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里 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来到了2015年 这一年 新香应 市战第一 市战第一 哎呀 真的很棒的一个市战的成绩啊 这是在2015年 新香应而且是连续12年 在生活用纸行业当中成为了市战率稳居第一的位置 连续12年啊 所以真的非常值得 鼓励一下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国民品牌的一个位置 接着我们来到了2022年 哎呦 这一年就很不一样了 领导品牌 领导品牌 还有什么特别之处2022年 2022年是我们的站站跟新香应牵手的那一年 哇真的一回顾已经快三年的历程了啊 没错 没错 所以在2022年确实也是领导品牌 因为连续多年成为我们中国消费者的首选品牌之一 另外呢也是我们生活用值品类当中综合排名第一的一个品牌啊 也成为了3.9亿中国消费者的品质信任之选 所以呢好纸巾就选新香应 新香应让选择更简单 嗯 然后在这一年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站站的加入 所以也让新香应成为更多消费者喜欢 彼此共同携手强强联手的一个年份啊 是没错也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很多好看的物料 很多好看的海报 来我们看2023年 这代表的意思是科技科技革新 因为确实作为非常资深的国民品牌 新香应却没有停止它跟科技研发的步伐 没错没错这个我知道 嗯 新香应掌握了TAD热风穿透革新造纸技术 是的 让纸巾变得更加的蓬松更柔软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哇厉害 确实2023年这个TAD刚刚站站讲到的这个技术 它是在可以说在我们国内是手台引进这样的一个纸机设备的品牌 我们新香应 那通过这个技术不仅实现了产品更加优化 让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更加贴心 其实我觉得也标志着品牌不断创新的一个精神 没错 永远是往新的这个科技领域去结合 带给大家更好的体验 其实2023年我觉得对于站家而言也是一个很有突破的一年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跟新香应有什么样的契合点 或者共同点 就是不停的在突破自己 嗯 不停在突破 而且我觉得很有缘分是新香应在寻找更自然的纸张 更自然的纸巾 然后给我们更加天然的陪伴 所以我们看到2023年是革新的一年 接着来到2024年了 这一年 树立标准 这个厉害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在边上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揭晓的百分百原生木僵的这样一个标识 从这一年起 我相信新香应给我们整个这个纸巾行业也是树立了一个标准 让大家去使用更健康更加安心放心的原材料百分百原生木僵的纸巾 所以还是那句话 好纸巾就选新香应 新香应让选择更简单 好了 这一路高光时刻 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骄傲 马上我们就请我们的新香应全球品牌单言人肖战 为我们来点亮你身边的这个百分百原生木僵的标识 我倒数三棵树 看到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真的什么样的感受 就觉得看到了新香应一路以来用心和坚守以更好的品质追求陪伴大家生活的每一瞬间 真的是一路以来都在用心和坚守 新香应其实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品牌和我们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相应 也是我们代言人跟新香应之间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安心的承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路非常亮眼的历史时刻 当然我相信接下来我们站站也会和新香应继续带给大家很多珍贵的不一样的体验 然后更多高光的时刻一起在站站的见证下陪伴大家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到这边的已接近尾声了 所以非常开心跟站站我们一起 今天我们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先做了纸浆的问答 没错 帮大家分辨了百分之百的原生木僵跟混合木僵的区别 是的 然后也给大家体验了一个不同的这个显微镜下的一个放大的观察 然后我们站站还给大家现场体验了一把古法造纸的一个创意化的感受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假装模拟给站站放下一天 体验了一下百分百原生的假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和自己喜欢的一些体验的互动 户外的一些活动 那最后我们也见证了我们新香应的一路过来的路程 希望这些高光时刻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铭记 最后我们也让代言人站站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给我们新香应的朋友们的祝福好不好 好 那希望大家能够感受自然感受健康纯粹 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做得更好 耶 希望大家用百分百纯粹自然的心态 也希望我们站站能够用百分百的这个纯粹自然的心态去面临更多 机会和工作的挑战 然后创造更多百分百好的角色 再次谢谢今天站天的陪伴 我们期待下一次在新香应和我们的肖战再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